为什么 为什么不回来见我 常规 我姐夫怎么样了 昨天从清晰镇一回来 她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谁也不许进去 到现在都一天一夜了 什么东西都不吃 只是不停地要酒 昨天半夜我还听见 大少爷偷偷地哭呢 哭了好久 哭得好伤心 常规 拿酒来 姐夫 是我 我是雨昕 雨昕 是我对不起你姐姐 我不应该抛下她去伤害 是我害了她 姐夫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你对去上海一时愧疚 才是真的看清了我姐姐 我姐姐为什么不惜 和龚烧华退婚 也要嫁给你 就是她认定了 你才是她心目中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大丈夫 能做大使 成大业 如果你只知道 留恋儿女私情 却没有男子汉大丈夫 应有的决断气魄 那才是辜负了 她对你的一片情谊 就算我赢了 天下第一乡的金字招牌 有什么用 没有你姐姐跟我分享 我赢了世界 又有什么用 如果你继续这样消沉下去 姐姐她在天之灵 是不会安息的 住口 你不要再说什么 在天之灵了 你姐她没有死 她没有死 可是如果她真的没有死 她现在在哪儿 为什么不回来见你 是吗 玉娘 你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不回来见我 为什么 为什么不回来见我 老天爷 老天爷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敢把我的鱼泥还给我 把我的鱼泥就是 老天爷 说让人也放你 姐夫 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了 你还不肯为我姐姐发丧吗 我说过 你姐姐她还没有死 那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 才肯接受现实呢 叫姐呢 乙都跟最近wnie 除非我亲眼看见她的尸体 否则 我永远都不会相信 姐夫 我知道姐姐的死 对你打击很大 可是你总不能 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吧 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 夫人有多着急多伤心吗 现在全国各地的订单 像雪片一样的飞来 有多少事等着你去处理啊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姐夫 你笔下的姐姐 真的是栩栩如生 就跟活得一样 你姐姐的样子 本来就一直刻在我的心里 永远都抹不掉 那你究竟要画多少张才肯挺手呢 管家正到处张贴 悬赏悬人告示 这些告示 在外面任善于林 要经常更换 我不多画些怎么行 你只需画几张做个样子 另请画师照着画就行了 又何必亲自画得这么辛苦呢 就算那些画师 能画出玉宁的样子 但是却画不出玉宁的神韵 姐夫 怎么样了 怎么 这次接绑的又是个骗子 可不是吗 这家说的那个女人 跟大少奶奶半分也不像 这些人太可恶了 害得姐夫又白跑一趟 这些人啊 都是贪图大少爷 许的那些赏金 你们不会明白的 只要有人来接绑 不管结果如何 对我来说都是个希望 可是这样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呀 姐夫 下次再有人来接绑 你就不要亲自跑了 先派人去打探实在了 你再去也不迟啊 只要能找到你姐姐 再苦再累我都无所谓 不用替我担心了 我今天很累了 我去休息 好 雨昕 在想什么呢 二少爷 你都进府这么久了 还跟我这么身份 叫我昊泽吧 那好 那以后 我就叫你昊泽了 雨昕 你笑起来真好看 是吗 谢谢 这日头这么大 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呀 别提了 不再等姐夫回来 听说 今天又有人来接跑 说是在领兴兴兴阵中 捞出一具女尸 模样长得 跟姐姐有几分相似 姐夫啊 就马上赶过去了 大哥也是太够伤心了 他怎么都不相信 大嫂已经过世了 他不光是自己骗自己 还有悬赏重金 全领寻人 这几个月下来啊 不知道多少贪图奖赏的人 来报假信 每次他都自己亲自去查看 把自己折腾了 都受得便了行 姐夫对我姐姐一片痴心 连夫人都拿他没办法 这国色天香 在万国相会上得了金贬 全国各地 不知道有多少商户 在这下订单里 乡家所有的炼香房都忙不过来的 可他心思根本就不在生意上 眼看着这订单啊 做不出我也发不了 你说这样下去又怎么得了啊 浩泽 你为什么不去帮帮他呢 我倒是想呢 可大娘根本不让我插手 我有什么办法 我找机会跟姐夫说说 算了吧 语欣 你一个人在府里待着闷吧 要不我陪你出去走走 不用了 谢谢 我哪也不想去 我就想在这儿 等姐夫回来 你 你 你